我們今天試駕的是這台Mini Countryman JCW JCW是Mini的性能品牌 之外還有C、S、SE版本 它比一般版C177萬貴了69萬 售價是246萬 最大馬力300匹 一般版是170 扭力40公斤米 0百加速5.4秒 我們之前試駕過Countryman C的版本 但是它是前驅車並且是1.5的渦輪引擎 我們這次試駕的是JCW 它是四驅並且是2.0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Countryman S、Countryman JCW 跟Countryman SE 也就是它的電動版 都是四輪驅動 大家最多的反應就是它的大燈外觀 已經不像之前的Mini了 包括它的車子也更大台 就不是你想像中的Mini啊 車廠4447 車寬1843 車高1645 軸距2692 首先確實它的大燈改動更加符合 現代車的審美 在功能上它提供三種模式 可以改動它的大燈及尾燈的樣式 行李箱空間達到1530公升 那Countryman的定位本身是小型的SUV 所以增加行李空間是為了更符合 SUV的定位及空間需求 對於這兩點 我個人的想法是 它確實打掉了我之前對Mini那一種 很可愛很可愛的印象 就它變得比較有運動感了 JCW在外觀最明顯的差異是 使用蜂巢式的水箱護照 跟擁有JCW專屬的空力套件 及跑車式的輸排氣管 旅圈樣式跟JCW的標誌呼應 輪胎的部分配備是被那列P0 使用的是19吋的輪胎大小 好像是可以選配到20吋喔 內裝也標配JCW的雙前座跑車座椅 跟專屬方向盤 當然這個版本擁有跑車化的變速箱 就會配有換檔撥片 抬頭顯示器是標配 Harmond Card的音響也是標配 揚聲器有12支 中央的扶手只有扶手的功能 沒有辦法收納物品 但在中間有一個小箱子可以放雜物 內飾板是編織材質的 螢幕後方有兩個投影元件 配合OLED中控的螢幕裡面八種模式可以切換駕駛氛圍 採用全新MINI Operating System 9 還新增Hey Mini 講個笑話 智慧語音助理的功能 螢幕下方使用飛機式的旋鈕 作為啟動跟換檔等等等等控制鍵的開關 現在也導入了Level 2 在底盤的部分呢 JCW版本標配動態避震控制系統 油箱擴增9公升 這個呢其實在一般版也是可以選配到的 我是第一次開到動力這麼大的車 然後它跟Countryman C最大差別 除了四輪傳動之外 它的馬力更大了 它的油門更加的靈敏 這麼輕的方向盤再配上這麼大的扭力跟馬力 確實是控制油門上要變得更加謹慎 在低速的時候 它動力表現上跟底盤的操控上 是跟Countryman C沒有太大的差異 底盤的話 剛剛有提到它有配備電子懸吊 在低速開起來的話 它在碎震的處理上會更加的溫和 就是你坐起來 電的感覺比較少 所以相對乘坐起來感受也會比較舒適一點 再加上它的胎圈有加大 所以它在晃動上也比較少 所以這兩個的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 那剛剛有提到它有八軸模式 我剛剛體驗了一下有一個舒適模式 就是它的椅背會一直幫我按摩 那也有體驗它的Go Car模式 在Go Car模式的時候 它的油門跟轉向的手感都會更加的靈敏 再來平時它的四驅系統 其實主要依靠還是前驅啊 但是在你需要的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動力分配給你的後軸 它在模式切換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它的四輪驅動 它可能還是主要是偵測路面 其實這台車它是一台SUV 車身上其實也不小 因為它整體的調性跟轉向手感都比較靈活 所以在開起來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它好像小了一個尺寸 不會覺得它很大台 你感受不到它是一台SUV 它在不同模式下 它的油門真的差很多耶 Go Car模式以外的油門都真的偏軟一點 會比較接近Contryman C 但換到Go Car模式就感覺出來是JCW 那這一台的話它的設定就是給家庭 但還是喜歡有衝勁的小鋼炮 如果選的不是JCW 還是可以選配一下它的抬頭顯示器的功能 畢竟一直看中間的螢幕是真的滿麻煩的 字幕詞・文字幕——âyên・大 Swift intended 詞・文字幕——лив Gottlieb 詞・文字幕・編曲 曲綁